想吃脆皮烤肠不用出去买了 今天教你在家里就能轻松做出来 准备4斤的猪后腿肉 把猪皮去掉 然后剁成肉泥 剁成这样有点颗粒感就可以了 加入食盐 白糖 鸡精和白胡椒粉 再加入黑胡椒粉和13香 再加入两克红薰米粉 再加入两勺生抽和一勺蠔油 加入三勺玉米淀粉 葱姜水分次倒入 顺着一个方向搅大上进 每天都在费勤往事 偶心力学的焦做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样摔打一下 做出来的肉肠会更加的抠弹 再加点新鲜玉米粒 然后抓满均匀 准备一包猪肠衣 这一包能做四斤肉的烤肠 放清水里洗去盐漬 加入料酒和清水 浸泡40分钟 洗净后把肠衣套到灌肠器上 套好后打上一个结 把肉装进灌肠器 左手固定的肠衣 右手转动灌肠器 肉灌八分满就可以了 要不容易破裂 然后绑上绳子 长短子一定 想绑多长就绑多长 非常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往上面多扎一些小洞洞 防止蒸的时候破裂 锅底水开 盖盖蒸30分钟左右 蒸熟出锅 用剪刀剪开 平底锅加电油煎一煎 非常美味的脆皮烤肠就做好了 真的是太香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